父母在世,兄弟姐妹来往频繁,哪怕关系一般,看父母的面子也会进行来往,但是当父母去世后,家就散了,兄弟姐妹之间也就变成了亲戚关系,当父母离开后,很多兄弟姐妹就开始断交,大多数是这三种人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父母在兄弟姐妹是一家,先令劝书中记载了一个传奇的家庭,母亲朱夫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,孕育着六个孩子,这些孩子虽为同福异母,却从不刻意去区分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,正是因为。 他们的母亲朱夫人总对他们说,你们都是我的孩子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随时间流逝,六个孩子已长大成家,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,朱夫人也常常叮嘱孩子们要多回家,多关心对方,三女儿先君嫁人后,生活十分拮据,朱夫人便将兄弟姐妹换回家中,共同商讨着如何帮助先君去度过生活的难关,没过多久。 最小的儿子公文也因伤人而被判罪,日子也是过得格外凄凉,为了能维持她的基本生活,朱夫人让先君将她的田地供给公文去耕种。 尽管少了自己的一份生计,先君也不曾有怨言,而其他兄弟姊妹也得朱夫人主义,时常接济这个弟弟。 因而,这一家人在朱夫人的教导中,彼此之间的感情格外深厚,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, 父母是什么?就是你们的根,你们的缘。 父母是凝聚时,家是兄弟姐妹同心的集结地,父母在,家便在,岁月匆匆,即便儿女长大离家,仍能将父母放在低位, 只要听得父母一声呼唤,全家老小便四面八方而来,不管多远,皆喜在相见,人相聚,心相怜。 家也就紧了,兄弟姐妹间,其乐融融,有来有往,有商有量,互帮互助,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,一个家庭,父母能张罗,兄弟姐妹能顺从,亲情便永不会消散。 为利而书亲情的人,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,也是需要经营的,若是,太在乎利益,就会将亲情商的支离破碎。 邻居家有两兄弟,在父母过世之后,为了家里的那套房子,闹得不可开交,三天两头吵架,半夜都不消停。 父母在世时,弟弟一家人,随他们,住在这套房子里,房子是哥哥出钱买的,房产证上,也是哥哥的名字。 当时也讲明白了,房子是给父母住的,弟弟只是暂时借住,父母不在了,哥哥的意思是,要么弟弟出钱买,要么就收回房子,弟弟不搬,也不给钱,就耍无赖。 觉得房子是父母的遗产,就该分一半,两兄弟为此事闹上了法庭,不管结果如何,两人的兄弟情分已经断了,多少兄弟姐妹,之所以在父母去世后,就不再往来了。 是因为,其中一方太在乎利益,太在乎钱,为了钱,不顾亲情,不顾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,时常吵架,动手,以至于另一方,心寒了,失望累积的多了。 不想再往来了,其实,为了钱弄丢了亲情,才是最大的得不偿失,人生一辈子,钱可以再赚,而亲情一旦破坏了,再多的钱,也是买不回来的,被频繁占便宜的人。 读者陈大哥和亲弟弟断绝了往来,身为家中长兄,从小到大,他就被父母教育,要帮衬弟弟,当得起大哥的角色。 一直以来他都在想尽办法帮扶弟弟,但是他的付出,一直被当成理所当然,弟弟一家人,总是不停地占他的便宜。 他有一套房子借给弟弟住,最后却不愿意归还,弟弟少者几百,多者上万。 从他这里借走了不少钱,却总是拖延,根本没有要还的意思,父母在世时,总是劝他,当大哥就该让这弟弟,你有钱,就多帮帮他。 父母去世,他果断和吸血鬼弟弟断交,亲兄弟名算账兄弟姐妹之间,也要账目分明,有借有还,不要拿别人的好心当成,是占便宜的资本,最终那个被占便宜的人。 迟早会认清现实,选择远离,人情靠走动,亲情要珍惜,古语云,杜尽杰伯兄弟在,相逢一笑免恩仇。 人世间,最令人难以忘怀的,便是亲情,亲人间,手足间。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,时间,距离,也从来都不是问题,苏氏与弟弟一生相伴,患难与共,宛如彼此的影子,出则同行,入则同息,直至成年,有了要顾忌的家庭,才分开生活。 而后,兄弟俩也接连走上仕途,尽管相聚的时间更少了,但仍相互相惦念,时常往来,苏氏十分依赖弟弟苏哲,几乎每到一个地方工作,就要同弟弟讲述这里的一切。 宗西宁六年,苏哲任职齐州长书记,携家眷一同去往济南,为了能与弟弟近一点,苏氏便想朝廷申请到密州任职,然命运颠沛流离。 尽管密州与齐州相隔不远,俩人仍相聚甚少,于是,兄弟俩彼此互记诗文,来维系着情谊,他们的一生中,书信不断,常以诗歌唱和,说尽家常与思念,送去安慰与古力,古籍记载,苏氏与弟弟的往来诗词中,出现弟弟子游,两字的就有一百多首,在诗词往来的缠绵中,两人的真情也越发深厚,更为诗人所动容, 古语有云,手足无情,交有何意?兄弟姐妹间的情谊,是血脉相连,筋骨同根,不论父母是否健在,血亲的身份永无法更改,只要还能往来,缘分便不会散去, 只要还能援手互助,家便一直在,人要走动,亲情才有归途,越是年纪大了,越要明白,感情需珍惜,需维护,一条心走到底,互相包容,理解,亲情才能长长久久,珍惜身边为你好的兄弟姐妹,彼此挂念关心,在温情中享受生活,即便人生短暂,也能充实而愉悦,朝夕更迭, 又是一年清明,所有的酬绪在此刻涌上心头,这一生,人来人去,人聚人散,似是常态,幸运的是,有人能陪伴我们,度过这漫长的时光,不是父母,而是手足,有了兄弟姐妹,独孤的生活便有了色彩,有了兄弟姐妹, 遭乱的心事便有人可解,有了兄弟姐妹,生活的风雨便有人同单,手足之情大于天,不论有多大的矛盾,多深的怨恨,只要互相包容,就没有什么不能化解的,彼此让一让,不纠结过错,不计较得失,唯有共同付出,感情才更深厚,生活才能和谐,曾受过不公平对待的人,过去的很多家庭里,都不止一个孩子, 有兄弟姐妹,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之事,相比较独生子而言,拥有手足同胞,也是有利也有弊,好的地方,在于家里比较热闹一些,而坏的地方,则是父母对自己的关爱, 必然会被其他兄弟姐妹分走一些,还可能不被公正对待,或是因为自己年长一些,就总要让着比自己小的手足,或是因为性别的原因,就被区别对待,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与遭遇,给自己的内心留下了心结与伤痕,所以对亲情便很淡薄,就像电视剧都挺好,中苏明玉和苏明成, 因为母亲赵美兰的重男轻女,给两人埋下了很深的矛盾,从小苏明玉就不被父母待见,无论干什么,都要让着苏明成,明明自己学习很好,赵美兰却不让她继续读书, 直接毁了她的前程,而苏明成则恰恰相反,占尽了好处的她,反而觉得苏明玉无情无义,还出手重伤的对方, 所以,在苏明玉的眼中,一个偏心眼的母亲,和一个嚣张跋扈的哥哥,哪个她都爱不起来, 的确,要求父母将一碗水端平,属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,但有时候,矛盾就是由此才诞生的,至少不要太过偏心,让矛盾公开化, 这样起码所有人能都相对体面地相处,维持和睦,性格比较独立的人,很多人都会怀念小时候的时光,特别是与兄弟姐妹玩闹的点滴, 都会深深地刻在记忆中,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每个人都不可能停留在过去的美好之中,终究要学会独立自主的生活, 而当每个人都组建了小家庭以后,彼此的关系便从形影不离的亲人,变成了相对陌生的亲戚, 大家生活的重心,也从原生家庭之中彻底脱离了出来,转而投向经营自己的新生家庭, 那些性格相对独立的人,也会慢慢与就有的自己,做出取舍与切割,专注去提升自己的生活, 或是很早就出门打拼,背景离乡与亲人感情较浅,或是因为一些意外。 很早就与家庭分开,还记得在一档节目中,一个从小被父母遗弃的女孩, 多年以后终于被自己的妹妹找到,两人虽然有血缘关系,但是已经超过二十多年形同末路, 其实并谈不上有什么亲情可言,这个被父母遗弃的女孩,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全新生活, 并且这些年来也过得非常不错,对于曾经遗弃自己的父母, 她没有抱以怨言,但也没有想要相认的意愿,只想各自安好, 这样思想独立的人,其实并非是薄情寡恩,而是将人生看得十分通透,真正活明白了。 就算没有所谓的手足亲人相伴,只要自己过得很好,人生便已经足够幸福了。 据李夫人曾说,一家人能够相互密切合作,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幸福。 人生路上,要学会经营好兄弟姐妹的感情,做事情别太过分,就算是亲兄弟,也要讲究原则和底线, 不要便宜占尽,不顾念亲情,兄弟姐妹中,有人愿意主动付出,也要懂得关心他, 给予对方更多的回馈,这辈子能成为兄弟姐妹也是缘分,相信余生有了兄弟姐妹的陪伴,我们会更幸福,珍惜缘分。 爱护手足之情,人生路会走得更加顺遂,也会收获更多温暖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